現在這一關就是305關 305關我大約打了三天左右 但我一直都過不了 為什麼呢? 其實這些角落位永遠要 所謂 Clear All Jelly 最麻煩 通常要什麼呢? 現在要這些金沙 要這些彩條的糖 加上包裝紙才能夠爆裂 但是你看這些很麻煩 這裡差一顆就會變成金沙 如果變成金沙,兩顆黏住了會怎樣呢? 就很棒了 我現在希望做兩顆出來 如果兩顆黏住了 就整個畫面會 Clear 了 如果玩過的朋友都會知道 我通常如果卡住了在中間 發生一些意外 就像現在這樣 卡住了在中間怎樣呢? 我就會去YouTube那裡 去YouTube那裡看看 因為現在只剩下25步 所以我要很小心 這件事 如果不然你看看這邊 完全都沒有開發 要整個厲害的炸彈出來 另外呢 我在YouTube那裡看 通常是怎樣呢? 每一關都會有一些巧妙 因為有時候你過不了 可能是 不是因為你打不到 而是因為你沒有把握那個時機 做一些需要的東西出來 舉例如這關 我現在用了炸彈先 因為打不到它 如果不是那邊 就會完全死掉了 好了 另外一樣 很多人都會問Friend 在Facebook那裡拿Live 我不知道大家用什麼方法 我呢? 我這個是Samsung 所以我手機的平台 就容許我 我稍後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會在那個 例如我五個Live 都會用完 我就不會問Friend 為甚麼呢? 因為不能等到Friend 有時候玩 即是殺得盛起 這樣我就會自己 要不就教時間 要不就在一個程式應用 那裏 就解決了它 但是呢 大家要小心 因為我懶惰一個東西 如果你的程式應用 像我這樣 例如回大陸 只剩四部 這次都是過不了的 很明顯 如果你的程式應用 是怎樣呢? 即是你會見到 就是 將所有的Cash RAM 洗掉它 洗掉它之後 你就會得到 重新 連接回Facebook 那你就會 不用等那些Friend 在那裡灌飲你 有時候兩、三點 就死掉了 我們不如看看 那個程式應用 那個位置 就是這裡的 改日期時間 首先第一個方法 就是改日期時間 讓我給大家看看 改日期時間 首先將自動日期時間 關掉它 然後設定過 那我通常 就教三個小時之後 即是現在 變了晚上八點幾 然後就出一些廣告 你不用管它 然後你就按 那你會見到 你應該再回來的時候 出回畫面 你會有五個Live 是不是 這裡就教這個 還記得教一個鐘 不是會糟糕的 你會長了千多分鐘 一直長下去 所以你回來 應該成功 這樣就是 重新reset 應該成功 成功了 你又五個Live 你又不用問朋友 一刻意 搞一會 好嗎 好嗎 好嗎